一、气虚,黄奇,怎么判断自己是气虚呢?一方面看体态,气虚体质的人都偏胖,但胖而不识,只是胖,往往要尊处优的人有这种表现。 另一方面看体质,气虚体质的人不耐寒热,一热就容易出汗,一降温就怕冷怕风,因此很娇贵。 除此以外,气虚体质的人很容易疲乏,讲话声音较低,舌质偏淡,脉相偏细软。 黄奇是补气高手,掌声无血,他的补气固表功效,也已得到现代研究的证实。 其所含的黄酮,灶带类,黄奇多汤的具有强性,饱钙,利尿,增强免疫功能,抗衰老,抗硬肌,降压,增强造血功能和较广泛的探军作用。 吃法推荐,当归黄奇无鸡汤,无鸡肉洗净切块,当归,黄奇洗净,一起制瓦锅内,加水适量,门火煮熟,敲累浮食,每天早晚各一小碗,喝汤,吃肉。 二血虚,当归,血液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,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,对全生各弹副组织起着营养作用。 血虚一般表现为脸色苍白,纯色着甲蛋白无华,头晕目眩,失眠多梦,皮肤干燥,头发枯胶,以及大便早结,小便不利等。 当归是补血圣药,故专门补血,其寄清而新,故又能行血,补中有洞,行中有补,成血中之气药,补血中之圣药也,现代临床上常用来调理妇女,月经不调,肠早便难,跌扑粉伤到因血虚血质而引起的病症。 吃法推荐,当归红茶饮,被当归去砸洗净,放入锅中加水适量,万火烧开,加入红茶温或煮三十分针,过滤取汁,加入冰糖融化即可,带茶平饮。 三,阴虚,百合,中医理论认为,白天树窑,夜里树荫,熬夜者亦为阴虚体质,阴虚常见症状,手心,脚心热,睡觉时会大量出汗,醒来则出汗停止。 心烦,睡眠不好,颧骨部位泛红,形体消瘦,口干舌燥,大量喝水也无法解渴。 对于阴虚体质者来说,百合是自阴性热的首选价品,百合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,所含有的物质,除了淀粉,蛋白质,脂肪,以及钙,链,铁,卫生素C,卫生素B1,卫生素B2的元素外, 还含有的生物碱对阴性后干燥而引起的诸多季节性疾病,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。 除此之外,它还能改善因虚体质者的干燥性肌肤。 吃法推荐,西洋参百合粥,西洋参30克,农坚,两小时取枝,鲜百合50克,大米100克,共煮粥食油。 四,阳虚,生姜,阳气是生命的动力和源泉,阳气这团人体的生命之祸,如果消耗太多,祸就会提前耗尽,人就会提前衰老。 阳虚体质的重要表现就是怕冷,张静月月,寒之为病,有寒邪犯于极表者,有生冷伤于脾胃者,寒为阴邪,最易损伤阳气。 乱吹风,乱吃凉的人普遍都阳虚,生姜助阳虚,生姜腥微微,味心,龟肺,心,味皮筋,有吹风散哈,暖脏腑,通阳气等众多功效,经常使用生姜温脏腑。 通阳气,调和气血,能够达到气血旺盛,年年益寿的效果,是法推荐,当归生将养肉汤,它是汉代宫廷流传下来的食疗方。 对年老体说,杨虚怕了,关节疼痛,有很好的辅助效果,此他对女性尤其有益,参考文献。 今天,提须了,中医如何保健,这一寿宝典,突变来自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